最近画面 新加坡新任的总理黄寻才 就在刚刚晚间八点多正式宣誓就职 成为新加坡史上第二位非理事家族的总理 他也按照惯例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演说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竭尽所能担起这项众人 新加坡故事的下一个篇章正等着我们一起去谱写 我和我的团队将和全体国人携手合作 勤策勤力 让我们大家肩并肩一起推动新加坡向前迈进 以卸任的李显龙也已经宣誓就任新加坡国务资政 黄勋才在演说中除了感谢历任领导人 对新加坡的贡献 也称呼李显龙就像他的良师 很感激李显龙答应继续留在内阁 为黄勋才与团队提供宝贵的意见跟看法 那么主持就职大典的新加坡总统尚达曼 也表示他会跟黄勋才携手合作 并且说有信心黄勋才能够领导新加坡 在纷扰的国际环境当中继续前行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